我闻史诗百态品人生滋味,欢迎来到一关古今 琉璃平时是一个非常寡言少语的人 只有遇到了自己喜欢的知己的时候才会特别能说,特别的能聊 晋朝初年琉璃入朝,但她个性率真,性情直爽 历臣己见为朝廷所不容 同僚们一个个被主为高官,唯独她被主出了朝门 为了排泄郁闷,她常借酒消愁,久而久之,失酒如命 不能自已,最终成为一个靠喝酒独享大名的千古醉人 每日除了喝酒就是喝酒,从来不让自己清醒 她的老婆为了她喝酒这个事情整天的跟她吵,但是琉璃从来不听 有一次,琉璃的老婆看琉璃又喝得烂醉如泥一气之下将琉璃扔到了酒缸里面 让她在里边喝个够,妻子刚开始只不过是想教训她一下 三天后,琉璃妻子就已经听不到酒坛子中琉璃的声响了 因为她死在其中了,便急忙打开了酒缸 发现她已经将酒缸中的酒喝干净了 事实上琉璃根本就没啥事,只是没喝够这酒而已 琉璃喝了一辈子,醉了一辈子,嗜酒如命,纵酒放达,以其善饮 好饮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醉星 其酒量,酒德,酒疯都堪称一绝 不过她还是很长寿的,最终嗜酒受终,活了八十岁 在竹林七弦中是活得最长的了,你们对琉璃有更多的看法吗 好了,本期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